有民眾投訴位在高雄市不愛路上的凹子底森林公園 占地10公頃 相當單位因為要執行垃圾不落地的政策 把所有垃圾桶都給撤除了 因此讓這些來到公園運動或是遛狗民眾 都必須要把垃圾給帶回家非常不方便 而垃圾沒有地方可以丟 造成公園是一片亂糟糟 還得要另外花錢請工人來巡園區撿垃圾 居民痛批根本就是浪費人力 這邊一包哪邊一袋 喝完的飲料 吃完的水果 零食 全都因為公園內沒有設置垃圾桶 被民眾隨手亂丟 公園一片亂糟糟 有人實在看不下去了 只好在樹幹上綁上垃圾袋 有愛關沾啊 你還不如放個垃圾桶在家來丟棄 附近居民痛批 政府蓋公園 綠化環境原本是美式一件 沒想到竟然只是因為有民眾在公家垃圾桶 丟棄自家垃圾 相關單位就毅然決然撤掉了所有的垃圾桶 還得另外花錢請工人巡園區 減垃圾桶 是不是就不用花那麼多人力物力在尋園區 不能是說因為少數這樣子 就把我們大眾的權益都給他抹殺掉了 我與高雄市博愛路上的凹子底森林公園 占地10公頃 不少民眾都會來這兒遛狗運動 五顏六色的花圃造景搭配上噴水池 家長也愛帶著小朋友來散散步 但無論是遛狗民眾 還是戶外交給的老師和小朋友 手上都拎著一袋垃圾無處可丟 我覺得沒垃圾桶蠻奇怪的 其實有的話會比較方便 這麼大一個環境 你不設幾個垃圾桶實在沒有道理 相關單位為了執行垃圾不落地的政策 整個公園裡撤到一個垃圾桶都不剩 用如此草率的方式遏止民眾亂丟垃圾 也難怪居民會痛批 飲夜廢食 記者陳古銘昌行 高雄報導